最近中国女排已经出发前往巴西 接下来在5月15号将会正式打响首场试联赛的比赛 争夺奥运门票 而随着中国女排出征的情况下 中国排鞋公布了出发的16人名单 可以看到在首战的比赛中 朱婷并没有出现在里面 所以在这份大名单出来之后 朱婷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一些不明白的球迷难免提出质疑 其实按照蔡冰为首的教练组 在之前透露的消息来看 朱婷这次遗憾缺席首战 16人名单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当时蔡冰已经明确表示 朱婷大概率会在第二站澳门站的比赛 回归中国女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 意味着朱婷这段时间都正在调整 自然赶不上第一场比赛 而且贸然上上场 对中国女排和朱婷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对于球迷来说 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 而在朱婷缺席中国女排首战名单的情况下 就在最近她的小区邻居 说漏嘴走漏风声 透露了朱婷的最新行踪 据媒体人透露 最近朱婷的小区邻居 在某社交平台更新短视频 透露朱婷目前已经非常低调回国 而且在小区楼下 静悄悄和她的家人在打羽毛球 从这个消息可以得知 朱婷如今已经从意大利返回国内 目前正在休息调整 等到朱婷的状态调整过来 就会迅速加入中国女排集训 跟随中国女排 征战第二站澳门站的比赛 从这一点来看 朱婷尽管现在还没有回归球队 但是她正在利用 尽可能多的时间在调整自己 回归中国女排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对于球迷来说 不必要太过着急 而且据了解 在前段时间 朱婷所在俱乐部斯坎迪奇球队 在结束总决赛的争夺之后 他们的球队 还召开150人左右的庆祝活动 大部分的主力核心都受邀到场 而朱婷却请假缺席 当时很多球迷都不明白情况 后续才知道原来朱婷是为了赶紧回国 回归中国女排 所以才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从这个细节就更加能够看得出来 朱婷归对心切 而且真的是在兑现她的诺言 那就是不接广告 不接代言 一切都为了中国女排 争夺奥运会的门票 球迷也应该相信 朱婷的决心和信心 说实话 对于朱婷来说 刚刚结束国外的联赛 又回归国内打比赛 其实是非常折腾 也非常辛苦的 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很多大排球员 在结束国外征战后 一般都会休息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给自己放一下架 再回归国家队比赛 但朱婷不一样 她有任务在身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停下来休息 即便是在一甲半决赛 和总决赛中累到虚脱 站都站不住 但是朱婷还是果断选择 赶紧回归中国女排 在这里要为朱婷点赞 期待她接下来 能够回归中国女排 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大家